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女囚犯如此崩溃 不停地跟制作组控诉这里的狱警 让警察出身的阿什利大喊不公 事情还得从监狱恶霸黑内狱警的回归说起 自从她再次回到监狱后 整个监狱都笼罩在阴霾之下 不仅在母亲节当天禁止囚犯们打电话 甚至在晚上干扰囚犯们睡觉 这样恶劣的行为更是激怒了阿什利 她对着镜头大声控诉着狱警的恶行 采访时哭着诉说着这几天的遭遇 但当制作组问她是否想离开的时候 你看她是怎么说的 就这样阿什利留在了监狱 准备保护这些被狱警统治的女孩们 这天凌晨三点阿什利正在屋里睡觉 而黑内狱警却找到了她 阿什利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接触预警的机会 但她还是要装出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 欲有安慰她不要害怕 还给她介绍义工的工作内容 那么当义工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听听其他囚犯的看法 就这样阿什利开始工作 扫地拖地样样都行 但是她并没有因此抱怨 反而很庆幸自己不那么无聊 并且她还能更好地观察监狱和狱警的情况 同时为了能顺利完成任务 阿什利还邀请了詹妮福成为义工 詹妮福也欣然答应了 在几天后阿什利遇到了一个小麻烦 她跟一个狱警来到一个特殊的房间 那里关押着一个神经质还有点抑郁的囚犯 她房间内的厕所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处理了 屋内不仅臭气熏天 各种杂物更是堆积在马桶里 阿什利进去后大致看了一下情况 紧接着她很快就占据了领导地位 指挥着其他义工 更是让狱警帮她跑腿 也许这就是阿什利独特的人格魅力 而这也让她跟狱警们更加熟络 更有利于她的卧底计划 但此时却有一个人影响了她计划 身为警察的阿什利成功卧底监狱 正当计划进行的如火如荼时 另一个卧底参与者却被迫退出了节目 她控诉两个队友排挤她 甚至从来不跟自己一起行动 被排挤的人正是舒尼斯 是什么原因让原本和睦的三人关系破裂呢 这一切都跟舒尼斯的态度脱不了关系 她自从来到监狱后 并没有真正开展自己的卧底工作 反而不停抱怨着监狱里的种种事情 来听听两名队友对她的看法 但舒尼斯却把自己的行为都归结于紧张 并再次用出了紧急信号 当制作组问她是否想退出时 她是这样说的 制作组听完后感到很诧异 要知道紧急信号是在紧急情况下才设定的 然而在舒尼斯眼里好像可以随意发出 工作人员只好再次告诫舒尼斯 以后要慎重使用 但舒尼斯回去后却并没有做出改变 依旧像以前一样怨天游人 儿童为义工的詹妮夫和阿什利 关系越来越好 但舒尼斯对此却吃之以鼻 甚至觉得二人的行为愚蠢至极 这天舒尼斯再次来到大厅 坐在詹妮夫对面开始抱怨 詹妮夫对此只能点头微笑 然后起身离开了 但舒尼斯却并不打算放过她 阿什利听到她的抱怨后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而面对舒尼斯每天不停地抱怨 身为基督徒的詹妮夫再也忍不住了 紧接着两人大吵一架 舒尼斯认为她这种情况 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得到特殊照顾 对于队友的不理解 她感到很委屈 更是在摄像机前大骂詹妮夫 侮辱她的信仰 两人之间的火腰味越来越浓 但真正让舒尼斯离开的 却是接下来的这件事 一杯尿为何会引发舒尼斯的退出呢 这个女人一进屋 就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要求 是的 你没听错 她正是要其他人的尿液 她为何有如此癖好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叫蒂弗尼的囚犯 是舒尼斯的室友 他是个印君子 每天都在屋内推云土雾 舒尼斯对此很反感 然而蒂弗尼的毒品 都来自同一个人 这个人叫安吉尔 是女子监狱里的头 他把控着这里的所有毒品 拥有着他想要的一切 甚至还在监仓内 创建了自己的组织 更让舒尼斯感到害怕的是 蒂弗尼和安吉尔是好朋友 他也担心被预警发现 蒂弗尼找他要尿液 不是为别的 目的正是为了 让安吉尔安全通过尿检 舒尼斯不想让安吉尔盯上自己 只能狡辩说 蒂弗尼想快点给安吉尔交差 可舒尼斯却表示 自己不会这样做 但此时安吉尔却直接找上门 对着他说道 面对两人的压力 舒尼斯无奈地只好走下来 乖乖地准备尿液 但是后舒尼斯却担心起来 可他等到的麻烦 却并不是来自于安吉尔 她的尿检成功通过 再次回到了五号间舱 舒尼斯也松了一口气 放松之余 她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阿什利 你们看阿什利得知消息后的表情 她对舒尼斯的行为愤怒至极 感觉她破坏了自己的计划 于是她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 面对队友的不理解 舒尼斯索性不再跟詹妮夫交流 甚至在镜头前威胁队友 詹妮夫得知消息后却一点都不害怕 你看看她怎么说的 而阿什利听到后 更加坚定了让舒尼斯离开的决心 于是这天她找到舒尼斯 好言相劝让她离开这里 舒尼斯也是借泼下驴 发出紧急信号后 并彻底离开了尼子监狱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男子监狱进展又会如何呢 关注我 持续更新